台中水南转运中心临近国道一号及台74快速道路的优势 将整合国道客运、公车、捷运、计程车及i-bike等五运公共运输工具 提供南来北望旅客无缝转程接驳 不只未来是我们的国道客运、我们的公车都会进到这个区块里面来 然后里面大概包含了这个600多席的汽车跟1000多席的机车 还有我们在水南经贸运区大家在鼓励的这些低碳运输600多个的自行车停车格 都在这个转运中心里面的规划 水南转运中心规划地上四层、地下三层 预估每日国道客运进出班次数约1563次 每日进出站旅客数达23,445人次 预计2026年完工启用、打造台中交通新地标 在初期如果通车的部分还没有立体沙道 我们有其他的这个配套措施在处理 那就希望也搭配着现在台中市 国道4号接台74的这个立体工程已经完成了 目前这个国一接台74的立体沙道 也陆续已经在明年初就要完成了 所以整个中心交流到附近的这些交通都会随时改变 更加的有那个顺畅 所以我们所有的区民 其实市民都非常期待 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圆满完工 交通局长表示 水南转运中心的主要硬体结构 达到阶段性工程目标 兼顾工程品质与进度 力拼在2026年完工启用 提升大台中的交通转运机能 新唐理太电视王源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